在中国,关于冰雪的故事从古至今从未停滞 万年前,阿拉泰新民脚踏毛皮滑雪板 划出人类滑雪的第一道轨迹 今天,森林河谷,城市乡村 仍在演绎着中国独有的冰雪盛景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美好的冬季如约而至 辽宁拥有中国北方最温暖的冰天雪地 这里白雪与装红碰撞出千年余韵 厚重与静美,在雪花中绽放 节日的喜悦在木马中涌动 黑龙江被誉为冬天开始的地方 也是中国冰雪艺术的发源地 星河悠然起舞 梅花路轻盈跳跃 最迷人的风光,永远是雪地中跃动的生灵 重美辽阔的内蒙古已成为营州宋国的大学园 纳达姆社会一触即发 宋渡和激情供人们肆意汪洒 尖叫和欢乐成为冬日主旋律 新疆是自家爱好者的天堂 寒冬藏起了绿林和喜欢 但却造久了七个月漫长的冰雪期 欢迎人们用探索的眼睛 苗目出最西北的水梦花卷 孕育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山西 当白雪落在灰瓦上 大风的灯涌救醒了古城、古剑、古村落 也点亮了中国对世界的祝愿 冬日里的中国 走进北京、天津、河北、吉林 打破古宇津的屏障 打造冰日火的享受 点燃昏聚的烟火 为好盛演 开门陷阱 发现中国冰雪之危 发现中国冰雪之危 冰雪之危 发现中国冰雪之危